玉璃火车站前广场因为地面老旧破损 铁路局即将展开整建工程 推提邀请了相关单位地方人士来进行开工前的施工协调 那么代理镇长将东城期盼整建工程过后 民众行进此地都可以更安全 环境也会更美丽 玉璃站前广场整建工程将近日开工 工期为100个工作天 预计1月中旬前完成 这次工程预计将广场原本有凹洞或破损的人形倒砖全面保除 重新铺设使道路路面得以变得整齐平整 我们附近的相关的商店 还有乘客 还有这些 还有相关的民众 我们都会相互之间来做一个协讨 来拜托 大家把这个不方便的一个状况之下压到最低 也期待我们这个工程单位的这个施工单位 把相关的安全措施 还有施工的品质能够把它把握住 铁路局说 到时候工程施作车站势必将进行暂时性的交通管制以及改道 因此希望民众以及周边住户可以多加配合 铁路局也将以最妥善的方式来施工 将其间的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什么时候会开始施工 什么时候会开始开挖 所有的车辆都不能进入 跟停在我们的停车场这一边 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公告 我们至少一个礼拜之前就公告 对对对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也会尽量把动线 切在我们明显可以告知的地方 那等到我们真的开始施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专人在那边帮做旅客的疏导 战前广场是玉璃最重要的门面之一 也是许多到外地工作求学通勤回家的正名门的必经之路 希望在整建工程过程后 民众都可以更安全 环境也会更美观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